这个是云南十八怪之一 这个墨就是利用下面的水粒不停的在转 大姐你是哪个村子的呀 我是古墨村 这一次峻谷市来到云南的临仓市凤庆县 这里是施里乡古墨村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那么在古代这里确实也是文人蕙翠 人节地灵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这里地处边缘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但是这里却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个村子里面来探访一下 在我旁边这条河他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叫做流浪河 那么当地人也把它叫秦人河 就是因为在古代他们当地的青年男女在这里举行情歌对唱 所以也叫做秦人河 这个古墨村它的历史并不算是非常久 大概是起源于清朝 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古墨村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亮点 就是几乎一切都是跟石头有关的 石桥石墨石板路石房子 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大叔你好 我们是过来旅游的 我们是广东的 这里风景特别漂亮 还有这里的房子全部都是石头的 这里的山好像都没有很多石头 请问这些石头当时是去哪里拿的呀 在这里有链子里吃到石板厂 哦 那里有石板厂 哦 全部石头都是从那里取的 是啊 像这些瓦顶啊 用石头盖的瓦顶会不会漏水啊 不漏 不会漏了 石头石板板是瓦铁板 瓦片 那时候给了瓦铁 那就把瓦铁丢了换成石板 哦 换成石板 以前是瓦片 后面才换上石板 瓦片不好用吗 瓦片没有石板 没有石板那么牢固 核桃下来会给它打的那样 就是因为这里种着很多的核桃树 核桃掉下来会把瓦片给打烂 哦 换成石板 所以换成石板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像这些古核桃树有多少年了 三百多年了 哦 像这个古核桃树现在还结核桃吗 还结 还结的 好 那谢谢大叔啊 我们去那边逛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古墨村传统的房子啊 你看 由于在古代是没有水泥和粘合剂的 所以他们是用这种天涯的石块 累气成墙 然后在上方也是有一些木架构 那么最顶端就是用这种片石 当做瓦 那么这个也是云南十八怪之一 叫做片石当瓦盖 不明白 不明白 听不懂 我们家人说好做好吃 好做好吃 哦 这就是四面 嗯 你现在在西洋嘛 嗯 不听懂 哦 现在在西洋好做好吃 哦 那等一下我们拍完 拍完照片拍完视频再过去看一下哦 我们家人去 哦 我知道了 好好谢谢啊 嗯 好 刚刚这一位老奶奶就给我们介绍 说他们家做的这个 荞麦面还有包谷面做的很好吃 叫我们过去他们店铺去看一下 就是在下方 我发现这里有好几座石头房子 已经没有人住了 但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他们的构造是怎样子的 我看到这里面的这个房间呢 还是蛮小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呢 它这个墙壁是非常厚的 你看一下 大概是 有60到80左右吧 这个宽度 这座房子就是石墨房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哦 这里面是有两个石墨 它是利用下面的水粒作为动能 但是这两个石墨呢现在已经是没有再使用了 上面的石板瓦片呢也是破烂了 看一下这漫山遍野啊 全部都是核桃树 我听当地客栈的老板说啊 几乎家家户户呢都有好几亩的核桃源 那么如果说是在每年中秋节之前过来这里啊 就可以看到硕果累累的核桃源 现在是冬天虽然呢看不到核桃的果实哦 但是呢可以看到这田园里啊全部都是油菜花 非常的漂亮 哇这个水粒好大啊 我们上去上面看一下那个墨 奶奶你好 我来看一下 这里面在磨面 哇转的好快 这个墨啊就是利用下面的水粒不停的在转 这个村子的水磨坊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最早的是从清朝嘉庆年间哦 那么一直都是用这种古老的方法来磨面 这是磨好的面粉还有包谷粉 一公斤 一公斤多少钱呢 二十块 二十块哦 巧米四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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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你是哪个村子的呀 我是古墨村 也是古墨村 你们家没有这个石墨吗 我家不也 没有 所以就要过来这边磨 那现在还在使用的这种磨坊啊 还有多少间啊 还有三间 包括这间还有三间 跟奶奶买了一包包谷面 再见了奶奶 拜拜 嘿嘿嘿 我发现这边有一座盖得非常漂亮的房子哦 还有一个大门 进来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院子了相当于是 那这里还有一匹 应该是矮马 在云南他们也叫做颠马 真的很难以想象 竟然可以用石头堆砌出一栋三层的楼房哦 那么它的第一层啊 就相当于是水磨坊的机房哦 我们上来参观一下 那这里前面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平台哦 他们可以在这里坐着喝茶聊天 你看前面呢就是非常漂亮的田园风光 这个就是他们的链子 就是利用下面的水粒啊作为一个动力哦 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轮子 看起来啊很像是汽车的轮胎 但是呢它却是石头的 非常的硬哦 这里有一个石堆 相当于是一个火塘 如果说天气很冷的话呢 可以坐在这周边啊烤火 那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农用具 我们现在啊上来这三楼看一下 这三楼的窗台啊都是用竹面做的 看起来啊非常的精致 大哥你好 这些牛都是你们家的 哇 养了好多哎 这个衣服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这个是棕树 棕树 那一种棕做的 哦 棕榈树 是棕挂 棕挂 背着这个东西主要是干什么作用呢 可以 其实把它装在地上可以做它嘛 做它背东西那些 先背中的东西可以这么背 哦 这不会刮到衣服 哦 累了也可以当做做电 哦 真的很有用啊 好 谢谢啊 我们昨天下午啊 是从盲市出发 来到这里呢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 我们昨天晚上呢开车也是开了将近7个小时 可以说这个路途啊还是非常遥远非常辛苦的 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这里逛了一整圈哦 心情呢特别的舒畅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哦 而且这里的村民呢也是非常的淳朴热情 OK 那今天这段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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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